- 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老領3D 大家好,新年! - 大王! - 島南花! - 憲! - 文總! 經過了跟大家介紹了一些飛龍 介紹了一些靈探的失蹤事件 之後我們這次回來就會跟大家探討一個非常學術性的話題 出錢一丁對於這個即食麵界是你多於弊你是否同意 你以為是出錢一丁單挑新辣麵誰贏買還是離手 你一句學術很多,我這個市井很多 那我這些學術問題就被人DQ 所以就說市井一點 就是這樣 講一下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題目 今天就是講這個即食麵大戰 這個題目就源自於很久之前 曾經我整班主持和一些朋友 就在自己的訊息群組裡 就談一個話題也談了很久 就是不是談很多日夜 那一天可能是在下午講了很久 就是講即食麵這件事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這樣說呢 因為不知道誰說哪一隻麵便宜 就是他又喜歡吃那一隻有優惠 然後大家說說 對呀,哪一間可能HTV Mall 有優惠就每個不知九元 講開這些本身的私人 講一講 然後大家開始討論說 對呀,這隻麵我覺得挺正 然後有些人說還有哪一隻也挺好 那大家以為那真的很悶 整班人都說哪一隻好吃哪一隻不好吃 那講一講好像有分門別淚 開始有分門分派 我發現原來是一個日式即食麵派 VS這個韓式即食麵派 然後中間還有台灣的介入王去打一份 都真的挺有種World War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找了排行榜出來 拋磚引落 跟大家聊聊即食麵這些 World War嗎原來是 我以為是即食麵141 怎麼摺吧 怎麼摺吧 我一直以為日式麵和韓式麵是代號 即食麵141 你有個屌麵嗎 怎麼知道大王這個 你這個樣子 他這個樣子說的 關我什麼時候我摺不到那個 是代號來的嘛 即是這個 你講去幾天老玩新辣麵 不是的 出池一丁子 老闆這把你日式麵很爽口 謝謝這兩位主持 提供了點禁鐘仔之南 接下來就轉topic說這個 算了你想轉topic就不要說了 君子現在馬上摺下 我跟不上來 不是的 你說你很喜歡吃韓式麵 哈哈 你走不掉了算了 他怎樣都追著你才知道 這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因為即食麵這件事 喜歡吃也好 不喜歡吃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真的忙起上來 或者在家裡 點你也做過的 對於摺來講 即食麵也挺重要的 因為大家集不喜歡出去 所以怎樣做得這個即食麵好吃 找到一隻好吃的即食麵 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講一下 其實我找了一個排行榜出來拋磚印肉 好像剛才說的 又可以講回一個 很多傳媒稱之為 叫做即食麵達人的一個鬼佬 其實很多傳媒 每年都會Monser去那個 即食麵排行榜 雖然去過即食麵排行榜 我有時 一點點 有些我可以參考 有些我都覺得一般般 可以再討論 而他在上年 其實都出了他的一個 即食麵排行榜 歸納了十隻 他覺得這一年裡面 他吃過最ok的 當然有些他覺得無敵 都會倒進去 那就講一下 由第十位數上來 第十位 就可以說是高僧仔之外 盈多 但他這隻盈多 他又不是最普通的那隻盈多 他就是盈多人當拉麵 就是盈多其中一隻的另類口味 那這隻口味呢 就是印度的辛辣肉 辣肉碎 辣肉碎 就是做了乾乾燥的工序 這樣來拌 而這個拉麵達人就說 因為加了這些肉碎 那些乾的那些人當辣肉下去 所以呢 就說整個麵的層次呢 就非常之豐富 還說味道辛辣中 又有一點甜的味道 而且麵也十分大牙 這個就是第十位 但其實我經常覺得 盈多的麵底又一般 我自己覺得 是嗎 我覺得我的麵底一般 那些調味很好吃 我覺得盈多的麵底OK的 我也覺得麵OK的 這個麵底我覺得很粗 我也不覺得 我覺得我就是喜歡它 比較硬身 我啊 我整天之前七仔買 七仔六 定了在那裡 你怎麼七仔六那些 混蛋到醬欄到烏冬 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講麻煩的 應該以為自己真的 錄那些 因為我之前買了盈多 我整天出去買外賣 我很少買一批盈多回去吃 那這個我又錯了 不好意思 不要說錯了 我吃那邊而已 不是說錯了 我不是真的拿一個盈多回去 拆開煮 應該這個所以有一個落差在那裡 正宗 因為當年我在外地生活的時候 我的朋友是瘋得怎樣 他是買四五箱回來的 我的宿友是一天三餐吃盈多吃 到瘋了 他是不是瘋了 他是不是就是寫高登那篇 盈多多麵毀了我的一身那些人 以前有些人說笑 他經常吃多麵吃過亭驚 怕會 因為一盒買是很便宜的 那真的很便宜 他為了港幣 過幾而已 我那時候買更便宜的 見他就出來煮東西吃 見他放三包 盈多焦麵五毛錢大手入 哈哈哈哈 你又吃嗎 然後見他晚餐又錄三包 我心想是不是真的吃上腦呢 我雖然覺得他那三包醬拌完之後是好吃的 麵我都喜歡 但是醬是真的有少許偏鹹 醬吃得太多美精 是啊 這個會 這個會 那盈多這個就是 大家最愛 又抵食 最緊要 又好吃 那盈多 那不同風味 他排了這隻 就是叫做人當撈麵 就在第十位 那盈多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但是挺有趣的 這個即食麵達人 那他的第九位是什麼呢 是香港牌子 瘦土牌 冬蔭公拉麵 直身一包 有一次出前一丁 就出了一些直身版 好像煮意粉那樣 這個是直身包裝那一隻 那麵質真的應該像拉麵 就不是像瘦土牌傳統那種中式麵 而這個湯底就是冬蔭公口味 那這個就說 這個價錢又不貴 還有拉麵湯底 有檸檬草 和蝦的味道 巧妙地就呈現了一個泰式風味出來 就辛辣刺激 說不定吃完之後 你都可以像泰國人的吵架那麽厲害 所以就叫做 這個冬蔭公拉麵 他就放在那裡 但是瘦土牌 其實大家覺得怎樣 我吃很多 你ok的 我有一輪 家裡都經常煮的 我看到有些喜歡瘦土牌 有些買得很多 我覺得瘦土牌的東西不差 但某次又沒有滅氣 聲稱是北京油炸 湯底 好像是沒有那麽微蒸的 我常常吃它的蛋麵 蝦子麵 還有 它的蝦子麵很美味 對 還有它的 你現在這類 素麵 我也有吃的 我簡直是素麵就這樣 不加湯 混合其他東西 送來吃 ok的 還有現在它瘦土牌有一隻 在超級市場買大約7元一包 有兩隻 它叫北京拉麵 因為很便宜 你買一閘吃一餐 你不要7元吃兩餐 那我自己住的窮西 這個很喜歡買 很多價 對 很喜歡買這個 有時回到家煮 煮連食 連洗都是四個字 搞定 這些一冷流 所以售賭牌都ok的 但如果大家 像我這樣有養寵物的 最好不要做那麼多這些 你見到當它吃一個十幾元的罐頭 你吃一個三個半的麵的時候 心情是有點複雜的 其實 養寵物當然是這樣的 一向主之用的東西比你貴 不是這樣做 然後還要研究你的罐頭不好吃 那些 然後你就把罐頭扔回 整件事都變了 接著說到第八位 那達人排出來的第八位 這個我也有吃過 就是台灣的老媽拌麵 這個ok的 好吃 這個好吃 先讀一段 他就說 台灣的老媽拌麵 非常出名 很多時候用中國的草藥香料 去拌麵 淡淡麵 就說 原來在上一年 那時候 其實達人排到第七位 今天就跌了一位 達人就意思覺得 他的醬汁本身調得很好 又有鹹味辣味甜味 幾樣東西都混合得好 加上他的麵身 都非常好咀嚼口 就是很好咀嚼 所以呢 他又覺得也好正 這隻又真的挺ok的 之前我想問 有沒有見什麼麻辣風味的東西買 我自己買這些即食麵 就找到老媽拌麵 麻辣拌麵 我試過真的很好吃 還有它是有點像 那些刀剎麵那種粗麵 有幾隻麵 我也是買刀剎麵那種 它是那些粗扁麵 吃下去挺有咬嚼的 但要煮久一點 我第一次煮得不久 我吃完腸胃有點不舒服 就是有一點胃頂的 我第一次煮得不夠久 ok 我又沒去到胃頂 但是吃的時候 就很容易吃薯皮 這樣煮麵 不是要咀嚼的 你倒是像吃薯粉 還有你們說台灣的拌麵 上一年到現在是很紅 它很紅到怎樣呢 很多品牌在香港買 什麼Kiki 其他的品牌 另一邊去到台灣 你是連Youtuber都出拌麵 去做一個統籌 本身是他訂出來的 所以他會在電視上面 做很多這類東西 他本身會玩這些 但胃面通常 我看到有些是真的很貴的 如果買老媽胃面 我印象中就是 不算貴得太離譜 但如果是即食麵 就算稍貴 即是你沒去到杯麵 滿麵那種 味道超貴 但是你會等於吃一個 等於開別人兩個 我說有機會三個 甚至某些香港人 你不太多 就等於幾個型 這條數是肯定沒意義的 但你某些香港藝人出的品牌 是很貴的 風味 風味那些 是啊 一點影味 說你這個貴不就事實 但是我見過什麼 就說那些味道好像 不是說不好 但是好像一般般般般 就是看Youtuber開箱說 好像有什麼辣味 或者其他什麼蔥油 這樣各人各包括你 這些是不壞的 不過我只是覺得 衣類半面很多 但不知道我個人見到風味,我覺得我本身是一種信心保證就是最好不要買,又貴又不特別,我本身經常覺得,可能麥當羅的包給我這個印象 那種測不起心是民心,控制不了有些東西 就是想起他在桌子上拿兩塊拉糖膠,玩搖搖,雷霆萬鈞的手,然後我就忍不住笑 那這隻老媽拌麵真的可以,但我個人覺得真的記得煮久一點,否則我好像真的不舒服,但第二次我煮久一點,OK了 就是一樣,第七位,馬來西亞紅柱青酸辣湯麵 我真的沒吃過這些,聽都沒人聽過 油炸麵條口感很好,青酸辣湯底,綠咖喱味,很濃,辛辣而重口味 你現在都看得出拉麵大人喜歡吃東南亞風味那種,我覺得是 那第六位呢,就是新加坡的咖喱全麥拉麵 但新加坡竟然不是吃喇沙湯底 喇沙湯底是伏筆,因為他就說這個咖喱醬和椰子粉混合出來的湯底就很棒 還有全麥麵條也很好吃 然後呢,你也會看到大人的方向 第五位呢,就是馬來西亞的加珍良野味,咖喱喇沙麵 看這個袋子呢,我應該都沒有一年買過的 他簡單就說,這隻得意在就會有個特別醬料 就叫你不要吃的時候就丟到麵裡 吃完才知道 你是不是搞錯了飯後甜品和醬料的分別 不是,他意思就是,你不要丟到麵裡 這隻得意在就叫你拿匙羹倒在醬料上面吃的時候 咖喱下去,就是好像我們吃魚蛋粉的辣椒油 說完原理,就不是叫他吃完之後才吃 OK 也有一句不是甜品來的,混蛋 然後第四位 又回到台灣 台灣的亞舍食堂紅燒牛肉麵 這隻好吃 他就說,因為湯底呢,帶有強烈的牛肉味 和淡淡的四川胡椒,平衡出色 還說這個配料呢,裡面真的有牛肉在這裡 就是類似滿項大餐那種 是 用的牛肉,就是入口即溶 那種一定是 就是那種溶的 他那種入口即溶不是好吃 你覺得是有點害怕的 其實 他不是和牛的入口即溶 他不是鐵板燒的入口即溶 你懷疑現在你自己在吃什麼 那次我的化學元素分解了 那些元素周其妙終於打了 我現在看了 然後你會說,為什麼我會射雷射 台灣那隻肉其實是好吃的 包裝,但是 每次溶的時候你會害我,我明白的 但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那當然是說一下味道 第三位 來自中國的 良情味複帶麵 什麼的名字 複帶麵 類似粗麵那樣 就說 是首次有中國的即食麵打入三甲 就說他的麵條非常之寬 有一英寸那麼寬 就說調味料非常之正 有一些類似豆干的配料 就令到整個麵就很吸引 但是大家感覺上都是 因為強角麵就 你也是擔心吃完之後變X-Man 就不敢了 對,我元素周其妙不想吃這麼多 樂土 我也知道台灣以前有什麼素化 但是那邊 兩海取其輕 那邊真的變X-Man 你擔心吃完之後馬上變X-Man 就怕一點 而頭一位就叫去回新加坡 不是馬來西亞那些 第二位就是馬來西亞的 紅柱櫻花蝦辣湯麵 就說裡面有些炸洋蔥 而且說蝦肉湯的鮮味也OK的 還說有些辣味在裡面 加上蝦味出來就會惹味很多 就是海鮮湯底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位 而至於他說有些炸洋蔥 如果有些麵 有時候你自己買乾蒜的 扔進去也很棒的 那這個應該就是那類 而第一位就有趣了 第一位就是 新加坡的Primer 新加坡全麥拉莎拉麵 那這隻就已經是 拉麵達人他連續四年 都是封他做第一位的 這個可以說是達人他的摯愛 是不是收贊助的 應該就沒有的 但是我印象中 我好像買過來 我就覺得不太合口味 就是他的麵 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 可能我習慣了 叫做的一丁 或者新辣麵那種口感 我不知道他那隻進去 我就自己一般般 但是他沒有那麼即食麵口感 是軟一點還是怎樣 吃下去我覺得 有點像吃那些全蛋麵那一種 有那一類的 就是你吃下去 覺得沒有那麼即食麵的感覺 但是我又 是喜歡那種即食麵的感覺 而且我吃即食麵 就是要吃即食麵 我吃即食麵 你給我全蛋麵 就不行 就是如果我去吃沙爹牛肉麵 在茶餐廳裡 就是五香六丁麵 你裡面給了一個拉麵 我會不開心 你出錢一丁 我未必不開心 你丟回芥光麵 就有那種味道 很奇怪的 可能就是這個東西 我就說一般般 但是湯底真的厲害 我印象中我試過 為什麼他會連續幾年這樣封 這個就說 就說因為那些麵條 他就說很棒 還有吃下去 可以有新加坡風味 那我猜應該就喜歡那種很喇沙 很野汁 撿沙爹那種味 我猜就是 所以都見這個鬼佬的即食麵大人 他的口味都是偏向是喜歡沙爹的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沙爹的那些 那這個榜其實對你參考價值一般 如果你喜歡沙爹的這個榜 我可以參考的 所以其實我之前有看過一兩次他的排人榜 我想過沒有來做Open Wise 找來吃 但我看完之後他介紹的風味 我發覺都不合我自己的後面 你打算review他的review嗎 不是review 就是當我找來試一下 又不是review人的review那麼囂張 沒有說算 其實也有趣的 其實可以的 但是 因為這些口味我不是有問題的 純粹不是很對我自己的 我自己現在如果吃漬食麵 我就喜歡 出錢一定不用說的 出錢一定會想吃一下 有時候都 就是吃回最原味的那種 但如果一般我平時其實 其實我現在就傾向韓式的 炒公仔麵 韓式炒 你的一次我裝 韓式炒公仔麵 困 困 不可以的 啊 那一刻我會知道 常維也說不可以的 為甚麼 不是 我自己現在是喜歡韓式的 多少少的 我自己喜歡辛辣麵 還有我有一種叫薯仔麵 薯仔麵我不喜歡用口狗 薯仔麵我很喜歡口筋的湯底 所以這兩隻就是我自己最愛的 我自己覺得薯仔麵不是很掛湯的 就是你覺得湯跟麵好像分開了嗎 是啊 我反而喜歡它吸收湯的湯 我覺得很棒 我自己很喜歡薯仔麵 但是現在麻煩再 之前沒那麼出名的時候 薯仔麵你買的時候 真的有爭點韓版來的 變成那些配料包 那些東西真的是乾冬菇 煮完之後脹回 就是整個冬菇絲 但是現在出名了 香港有代理 所以現在買的薯仔麵 好像變成港版薯仔麵 那是龍心 但是港版出的 那些配料就偷光了 變成沒有了那些冬菇絲 現在真的是一條條 溝乾蔥在那裡 還有你說港版和外國版 因為我現在常看到 超市每分出池一定是港版和日版 這個很久了 因為我吃開都是買港版 我想問日版有什麼不同呢 我真的可以跟你說 因為我媽媽 我很喜歡吃七一丁的 我媽媽買東西 坐了日版回來 因為我不回意 我都紅色的 就拆來吃 一吃那個麵底 日版那個是幼一點的 還有它那股味 我自己覺得 麻油味沒那麼重 那個湯 你可以說是清一點 但是也可以說它淡一點 但是那個是預料不要那麼多水 日版的話 我也是同樣的煮法 但是我本身也是加得不多水 哦 即是本身的味道 你覺得都是差了一點 我覺得它的味道 就真的像日式湯底多一點 即是像拉麵那一種 是的 那你問我就 我不知道是習慣還是什麼 我自己也是本身喜歡 出前一丁 本身粗一點 那個麵底 那樣多一點 還有我覺得咬下去的粉 港版是散一點 嗯 它那一種是沒有那麼散 還有我喜歡麻油味重一點 嗯 如果說麵質我會喜歡日版多一點 我也是 那個湯底我就喜歡港版 我也是 我也是 如果可以混合就好一點 買兩包回來自己混 混不要緊 你吃了日版麵身加港版那個 那你明天吃的那包就很不一樣 那你每次吃 出前一丁 就約到墳總就可以了 即是墳總一過來就 你痛不痛啊 我煮麵給你吃 然後墳總一次吃 但我對著文總說 我煮麵給你吃 煮麵給你吃 為什麼你可以把這句話 完全聽錯了 沒事的 你是不是真的 你可不可以聽每一句話 你聽一句完整的說話 我想問一下 你不要看張家屋的朋友 聽到什麼 你這樣說完了 我不等你這樣說 我剛才說英文 你都打個中文出來 你們這些人 你混蛋 你說完 你都已經 不 不 他就說你共同下煮麵給你吃 然後就永遠就是 把那個什麼 港版麵底 加這個日版湯底給他 是啊 真的挺殘忍 但是你出前一丁 我現在是吃黑色的那種 黑蒜 黑蒜豬骨湯底 好像是你那種 那個好吃很多 黑蒜好吃 但是我其實 油之中都不喜歡吃麻油味 我會吃那種是香辣麻油 它有種是辣的 我要吃那種 那種是藍色袋 都是紅色的 都是紅色的 但是普通的麻油 我覺得是沒什麼味 我不是吃黑蒜 就是吃那種香辣麻油 另外它的咖喱其實都還好的 真的 黑蒜我一半半 我就真的要原本那種麻油味 因為 我覺得那種很香的 你有沒有吃麻油的 我放的 不是 不是 因為有些人健康不放的 不是 我問一問 不是 因為藍哥他那種是健康一點的 所以我好奇問一下 我是有下的 我一定下的 不是 我突然在旁邊看 我身屬的樣子 真的變成了那條恐龍的口 但是那種表情不是那麼純真 那種表情是 你沒什麼 不是 我還是要解釋給聽眾聽 為什麼大王他們會有這樣的問題 和反應就是 因為我自己第一 我不吃辣的 第二 我對味精其實相對是敏感 因為我一吃有味精的東西 我就頭暈了 不是 而且你是健康一點的人 就是吃飯我整包叫菜都沒有條理 叫煲菜的人吃的人 吃飯 所以我通常 無論我讀書時期或者我現在 我吃 例如出錢當然我一定會加麻油 但是我通常包粉 我就不混 或者不加 包括我喜歡吃 就是比麻油拌麵 對 或者我混其他東西 可能我自己加醬油 或者混其他東西 但是這裡我有問題想問 因為有一陣子 又很流行說要去掉那層膠質 所以我媽媽幫我煮的時候 她就會用滾水 先下熟了麵 就倒了一盆水 就是過冷河 叫過冷河 我最初一吃 我對味覺就很敏感 一吃就發覺 為什麼那層味好像很不冷酮 但是正面負面 我覺得不好吃 我覺得不好吃 就是沒有了那種特色 沒有了一層脂 然後我媽媽就說 我估計是因為你煮完麵 你倒了那一盆水 叫那些油 是的 她就少了那些油 倒了那一盆 那麵排也流行的 你變成那一層味 你一吃那個麵 你的湯底 就純粹那些粉 就加那些水 就沒有了那些麵 出來的那些油 就是差一點點油 是的 那變成那些味 但我覺得那件事是傻疚 吃即食麵本身就是不健康的 你這麼健康就不要吃即食麵 你用健康的煮法 煮即食麵的話 那你就就租了即食麵 那有些人是純粹 就是她是可以接受到這件事的 她接受到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健康了 但是我們幾個 應該不算南瓜 我猜我和你和新宿 應該一半半 應該都是 應該就是中間一點的 我們三個都會覺得 煮得好吃 重要一點 沒有那麼健康有夠去 那一隻就和三個 我只是覺得即食麵就是方便 那方面就是要錄完之後 我還要過冷函再加什麼程序 那就不方便了 但是你會索性 簡單一點就是直接撈出來不喝這湯 不喝這湯 你也是健康過我三個 有這麼說的 我一段段時期 我有一陣子 我只喝這湯不吃那麵 那幾年呢 我煮完那麵 我都好像粉種老母一樣 我會倒了那些水 然後再煮過一盤水 才拌一些美粉 但是呢 自從看了好像是黃秋生的一段片 她常常煮即食麵 因為黃秋生煮公仔麵 它是冷水下麵 總之水滾了 養開了麵 它就關火了 我試過OK 然後黃秋生的理論就是 看著 你晚上煮個公仔麵 還搞那麼多食物 吃完它快點睡好 這樣 我看著 你又有你的道理 反正我又不是不斷吃 就是一個禮拜 可能都是吃過一頓 那麽不要搞那麼多食物 我同意 因為我以前都很執著 就是要煮的 然後在什麽時間下 幾多分鐘 不斷講究 那麽 然後我開始工作忙的時候 發覺 涼了 冷水溝下了 發覺一個味覺 其實都不是說差很遠 但有兩樣東西 我是很執著 不可以犯的 第一是用多少水 第二是煮多久 這兩個位置很多人都隨便 是 但是我真的 有些水壺 例如拿出街 可能什麼 Combia那些水壺 就是有黑度 有黑度 我會看那個公仔麵 是寫多少毫米 我就放多少毫米 因為有分別 只是出錢一丁 是要少一點水 好像四百五到五百 沒有記錯大概這個位置 但那些煮新辣麵 那些是要寫五零的 但是你放多了 你煮完 倒了它就可以了 不是 就是那些水 那些湯 你倒了它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倒進碗裡 它是會影響了你煮的時候 那些麵吸收多少水 還有如果韓式那些 你還有那個 你就倒進去 那如果我煮的時候 它是說五零的 我放了七百的 或者六百五的 我再放粉的 那味道就淡了 這個問題就要問大家了 那些粉你們下鍋還是下鍋呢 煲 出錢一丁我下鍋 韓式我下鍋 因為出錢一丁 他那個包裝recommend是下鍋的 我就跟他recommend 就是你是跟他recommend的 哦 這個不是 下鍋都是有分 你是先下鍋 先下鍋還是先下麵 就是我以前很小時候 就是開著火滾 那我見它有一點散散的 我就下粉 再撩幾幾 然後才倒進碗裡 那現在呢 就是凍水下麵 那我就滾起了散了 然後我就關火 關火先下粉 再倒進碗裡 那那些麻油什麼時候下呢 那麻油就是 預先放進碗裡 這是這樣的嗎 對 然後就沖點湯下去 但是麻油應該要下麵 麻油應該要下麵 麻油我下麵 我分兩轉 當然你說水扣 麻油我是拿出去 就是我在廳吃的拿出廳 然後我把麻油放在那裡 我吃過才下 為什麼我 麻油我是下麵底 然後下麵 然後再上面再倒 我分兩轉 所以麻油再麵 再湯 不是 再湯然後再下麻油 噢噢噢 你分兩轉 所以麻油那裡一包 我分兩轉 噢 麻油漢堡包 噢 你這麼有技巧 我獻過這種食法 雖然各位聽眾聽完之後 都會在想的就是 水混油 所謂的 水混完油之後 那些油通常都是浮面 你落底落面應該沒有太大分別 但因為麻油其實是吃香味 那些香味 假設他願意就會揮發 所以太早下 不可以 而且不應該在外面 還有有煮蜊 是一直滾著麵 一直下麻油 那些真的煮是 噢噢噢 那些 我真的吵噢噢 那些 以前有些同學 真的有人約在地方煮的 做個麵 即是待會再玩 玩到某東西 餓煮麵 有同學真的差點想 放在一起煮的時候 我會說 喂 為什麼要做那個東西 然後就這樣說 煮完之後拿出來 才可以打下去 我很記得中學的時候,去Camp的時候,有個同學想這樣煮麵 我另一個朋友指著他來吵,是吵了什麼呢? 你老母臭,你這樣煮,不如連包裝袋放進去 又有道理,真的,你生日包東西 你不用拆整個包裝放進去,就是這樣 煮麵豬打架是好笑的,進Camp那間 其實我經常覺得那些包裝袋後面recommand 其實細心看起來是不一樣的,變成應該人… 測試過的 我有朋友時很喜歡說這句話 我聽眾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會笑的,說這句話 因為我有個濕狗朋友,他整天說這句話 對,他真的很濕狗 他真的很濕狗,我當罪面那個人叫他濕狗 他真的整天說,這包什麼紅豆奶很難喝 他說,別人出來就測試過了,測試才放出來,有QC 然後我們就說,喝吧,你這樣給我喝光吧 一整排,你不要說這些 然後那個朋友是… 所以我們經常只顧著這句話,搞笑 就說,這些東西可以出來測試 但我經常覺得,他測試了,沒有毒會死的 但我經常覺得這件事是,你測試還測試 問題是,別人都會有一隻wakamad去吃飯是怎樣的 即是正如那隻老媽叛臉,他是有wakamad叫你先下哪一種東西的 他好像是下完包油,才再下辣醬那些 他是說,要逐樣逐樣下的 次序他會叫你wakamad哪一隻才下後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別人寫在這裡有道理的 所以我就會先看一看 我記得出池一丁,就是wakamad你的粉在碗裡 倒了湯來,攪了去,開了湯才倒臉的 但是韓式真的叫你就這樣滲下去,所以我兩隻會有不同方法處理 我發覺我煮了幾隻韓式的麵,那些粉是沖不散的 即是推不散的 韓式真的要煲出來,對呀,因為他真的要用很滾很滾煲出來 那些粉才會溶溶散的 但出池一丁,你的水熱一點下去已經溶到的 因為我看過一些所謂的分析 他說其實大家都明白美粉就是美蒸 其實美蒸是不適宜太過高熱去加溫的 所以這個層面上我會比較偏向 即是不放在鍋裡,放在碗裡 還有呢,奉勸大家不要學某電視劇這樣用來炒粉 會有事的 怎麼炒粉? 有電視劇啊,杯麵贊助理嘛 那個人先放了些粉炒完先 先炒香了它? 先炒香了它 剛剛是爆香蒜頭的 是啊 你不是炒香了一塊的焦在那裡嗎? 好像剛才生叔這樣說 你加熱了它就算它不焦 它會有其他化物質出來的 我不說其他話了,你炒香了一塊的焦又幹嘛 那人家會收其表的嘛 用回生叔剛才說以前朋友的一句 你不如連個杯子下去炒粉 他那種想法是因為他炒完之後 其實你的湯下去基本上它都會溶回的 它是黏在鍋底裡 但是你最後有水下去 煎鍋吃,大家叫它不要夾 煎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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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鍋 不太適宜加熱的美精 韓式那些就好像 不過那些是什麼? 好像有些就是你煮完熄火 有些就是 韓式那些會這樣寫的 當然聽眾可能聽到這裡就是 你熄火之前100度熄火 你馬上下98度 那別人測試我 心理問題 這次是觀法協定的測試過 擺得出千元產品 我真的遲到 傳回這段Cat Friday Time報告給我的朋友 你說煮的時間 我有一陣子很喜歡吃辛辣麵 辛辣麵它要用多點水 還有它要用久一點時間 韓式普遍是要煮久一點的 但是我自己會減少少時間 因為我喜歡吃硬身一點的麵 如果你有薯仔麵 你不是說薯仔麵 但是薯仔麵你煮不夠時間 好像它變不透明 是很有趣的 是 薯仔麵你煮得透透明 就像吃薯粉一樣 是很好吃的 但是如果煮不夠時間 它直接裡面還有一些粉 咬到裡面 感覺到粉出來 開完了 但是辛辣麵 你煮夠時間就可以 就算不太煮的時間 硬身才可以 可以硬身到 薯仔麵不行 我好像試過木薯粉 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木薯粉我會試過 但是木薯粉 是很難掌握時間的 所以我煮了一次之後 你煮得太軟 是很麻煩 但是你煮得不夠 就像吃橡筋一樣 很難掌握木薯粉 試過煮過幾隻 我都是試一次 又不再煮了 因為我覺得出去吃它的掌握到 第一 奶粉 我家裡煮奶粉 是每次都混蛋的 可粉也是 因為我試過 因為我試過 我試過買乾身的包裝 那些可粉回去煮 都是很原來的 乾身的可粉你算夠了 乾身的可粉全都夠了 但是因為我自己 自己住 我很喜歡去我家旁邊的那間超市場 它有些是即日的包裝 新鮮一點的 它有上海麵 有可粉有奶粉 有銀針粉 我全部都會 見到誰便宜一點 我就可能買回去 那個份量適合我自己一個吃 這樣一包 那其實你問我 奶粉不算太難處理 但是其實我覺得可粉是很容易處理的 真正是可粉 如果你家裡… 因為它是乾那隻 可粉乾那隻 可粉煮久一點就會變可溶的 是啊 所以其實可粉是很容易處理的 因為本身可粉是很快熟的 就是你只要習慣到 不要煮那麼久 六幾六就上來 那就行 那就不必可用 但是大家如果買可粉 記得分清楚湯殼和炒殼 是真的很難處理的 你買那些炒殼去煮湯殼 是… 哈哈哈哈 你頂捲廁紙下去煮 然後煮完出來是差不多的 真的韓式炒麵的麵 很難處理的 所以現在我通常煮的 都是打麵 沙麵 這些可以比較容易處理的麵 我反而挺喜歡韓式麵 煮久了 煮夠四分半的 那些 我挺喜歡那隻 硬硬硬硬的 但我記得這個是分了兩派 好像有一派就是一般的 韓式 有一派就是很喜歡韓式 韓式 我是韓派的 我的韓派幾次 喂我兩個人手 嘿嘿嘿 軒哥就是什麼的 你是反韓的 我記得那些麵質 我自己又不是太喜歡的 我是很懷疑自己 那時候是不是吃韓式麵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我讀書的時候 他完全是那些 那天我打算找一個韓妹 但一開始就跟我的Cinema 吃完都不知道吃了什麼 我差點男哥玩了很多東西 我在外國市場買的 他真的好像紅袋也有一個新字 但我整個... 新辣麵都是那個新辣麵 我以為我不懂紙才行 但買了回來 我是試過有不同的味道 那麵質也不同 你是同一隻袋有不同的味道 怎樣 每一次買回來 煮的五包是有少許不同的 他不夠 就是說我買了一包回去 那五就是相同 但我下一次再看同一個位置 買的那包 又有不同的味道 可能你不懂韓文雜果味 那我不加辣粉 即是寫著那個韓文字拼回來 Random爲了我 那麵 我不加辣粉 我加冬菇那些東西 那麵 你不覺得同一個包裝煮出來不同 整件事很詭異嗎 我真的不知道究竟那些是水貨還是什麽 就是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吃熱浪 我只要買熱浪 我覺得有些熱浪是濃味的 有些是淡味的 我穩住可以開船店主題 也是的 我沒有話可以說 開熱浪 其他船店都是納蘭沙 哎呀混蛋 遲早那麽夠久 還沒弄雜皮 哈哈哈哈 我混蛋 餅乾主題 可能你心情不同 可能你 就是那個派 很浪漫 考試 你吃的不是它的味道 考試前考試後吃 我吃的不是味道 是植物 是植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 不要 MUFFIN這句話 對不起 可能你就是可能那個情況不同 那你就覺得 哎呀為什麼味道差那麼遠 喂 你那時候是在外國煮的 是 你那個廚房是不是share 是share的 會不會上一手煮了不知道什麼 是那個煲爐 去做煲爐 我自己用的 intelligent 慢慢那個上一手煮了什麼 春�placesеп編 你看 sugar 不會的 很難拿覺得 還記得包裝好像有英文 現在學ие韓文 外國就不奇怪 香港的那些韓式麵 也有終文字 現在的薯仔麵 也可以叫什麼 煙銀 我是不話יר 因為那裡如果你在買港版 出錢一定是很貴的 所以我還是看它有什麼便宜 收拾什麼 但是那時候밸로 是大家趕功課 麗拉麵 乾炒蝦拉麵 然後你見面就出事了 而且記得包裝好像有英文 現在學的韓文 在外國就不奇怪 香港的韓式麵都有中文字 現在薯仔麵那裡有什麼煙韌 我又不相信那兩個是韓文字 因為那裡如果你買港版 出錢一定很貴的 所以我都是看它有什麼便宜的 但那時候大家趕工課 真的沒有時間煮飯 所以為什麼我才看到 你的韓國是三個營的拉麵 不是營的撈麵 他們是五箱全部吃完再買 刺那一線的 我怕跟他聊天聞到一股營多的味道 那時候我姐夫跟我說 他讀大學的時候住庫 他跟那些朋友是星期六天 出去屯門那一頭 大家知道他到哪一間大學 出去屯門那一頭 那他可以跨區 當然是 平時喜歡那邊的老闆不行的 他去市多道 每人買幾箱 然後就叫車 有一次過回去 還是他們是我跟我開車 總之他們每人的房間 都放幾箱公仔麵 然後以後都不再出去 吃了幾箱之後 又約在一起出去 他們隨時拿公仔麵來做賭注 會的 他們會的 他們不是傻屁 他們是玩AOE那些 我用五個公仔麵做賭注 對 然後輸了之後沒有麵吃 他們不是叫他型多 他們叫底屌麵 所以他們不是說吃麵 他們是叫屌麵 他們打完機 就去旁邊 去樓下屌麵 然後就一起去煮麵吃 被謝夫都 等一下你姐姐說 你這個混蛋你屌麵 我姐姐好像是其中一個人 即是姐姐在一起 我就說屌麵 好像我的文說 是在他們那間大學 因為他們有幾個課 在他們那個課上 屌麵是一個傳統來的 人家其他聽我就以為 現在有些奇怪的性癖號 每個人屌麵屌什麼 整個臉拿著來韌 傳統的術語 都挺痛的 我看你淋了你還沒淋 群色炒麵 礦礦聲 礦礦聲 所以如果你說我吃開的 應該就是韓式的 日式我就很少接觸到 因為就應該比較貴 日式就應該 我的記憶中日式 應該都不是那麼出口 我想問一下 日式答課公司才多些 出錢一丁你當是港式還是日式 我當港式 說不說不說 如果你出錢一丁不算的話 我也很少吃日式 你知道出錢一丁是很多日本人買 掃回日本人 我明白 因為你 你的口味本身是日本公司 你不是韓國式公司 我以為你們這樣做 他都蠻吞到這邊的 所以我想看看你們說的定義 我近來認識多少日式公仔麵 你看起來不像我們出錢一丁 或者我們韓式那一隻 他的感覺 黃一點 他是說 放了什麼蛋 那些 但是我覺得 如果用一些要煮的 即食麵來計 我個人覺得 韓式比日式更厲害 我同意你這一點 韓式的容錯率是比較高 日式那些 你可能煮多30秒 麵就很軟 還有韓式很傻的一件事 這個算是讚的 你扔什麼下去做料都可以 日式你扔了一條腸 有時候臉已經差那些 這個不同 不過去到尾 我才跟你們討論這份 即是日式選料那一刻很麻煩 這個位置我最後才會回覆你 有時候不是整鍋這樣下 韓式你真的 那去那邊沒有舉鍋 所以那邊你扔什麼都可以 他們的食物配垃圾食品是非常假的 你差不多去到 你不要像銀文鴨一樣 扔一個哈頓大鎖去就可以了 你叫哈頓大鎖就沒有東西救了 你不要扔雪糕 不要扔薯片 基本上沒什麼大問題 你按一些真的做配料的東西就可以了 有人擺什麼的 布丁 那那個就 你如果認識這些人 就沒有什麼必要的 放珍珠 真的日本那邊在做了 我當然知道 他們是瘋狂的 說到這裡休息一陣 待會回來的二節錄領3D繼續 注意看 !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